在这边看 你也可以把它设成快捷的柜子 我们现在来找到这边 那你往下找 这一个 如果你想要留在桌面经常直接点的话 你就按右键 在这边有一个传送到桌面三极镜 好它就会出现了 还有一个方法 你也可以来到这边 选择到这一个 选择到工作链 它就会留在底下 好这时候这里就有了 好那你下次就直接点这边 它就会开启了 你先确认一下可不可以用 老师他有问出登录 那登录要打什么 登录关掉它就关掉 他一定要登录吗 公平 这个要跟黄老师反应的 老师但是黄老师说它都是有版权的 那上周第一天他就讲说他都有版权的 是有版权的 但是应该是说工程师没有帮你们把授权打开 所以这个要请工程师弄 所以老师我方便现在去跟黄老师讲吗 各位先确认一下大路打开 大路打开 好那我协议好不好 我是协议 dictator 我协议 好 稍微等待一下 那我趁這個空檔我梳理一下好了 軟體一定要用到最新的嗎 可是我們一般是不是都很在意最新最好 別的軟體我不敢去喔 但是佛教的來講 有一些比較新的功能 尤其是月薪版本的月薪的功能 剛推出的一些新功能 普遍造福的對象是誰 初學者 對初學者才有用 對於用軟體很久的人或者是老女 這些所謂的新功能作用都不大 為什麼 因為它研發出來的這些新功能 其實是在一些舊功能的一些變化上面有沒有 把它做成模組化 或者是把它做成簡單的調配的方式而已 對 那實際上來講 你如果對於這個軟體摸很熟或很久的人來說 其實你以往所工作的那個行為或者是方法 其實有時候反而是比較精確的 那為了要讓初學者能夠容易入手 所以他每一百 他都會多少推出一些比較快速好看的功能 那有一些功能對於設計上來說是有一定的效率啦 但是大多數的功能其實就是就憑西裝這樣的意思 那如果以版本的穩定性來說 CS6是一個門檻 CS6是CS6之前所有版本的最穩定版本 那在坑之前很舊很舊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現在還要用Windows XP的有沒有 好 謝謝 你如果還要用Windows XP的那種病 那你只能夠裝 鋼匠的CS3 對 如果你家有電源是舊到不行的呢 你只能用CS3 它是很舊的版本 最穩定的 那再往新的地方來看 最穩定的版本2017是比較穩定的 那2018跟2019 2018我有用過 它會不時的跳出很多那個 就是要求你確認使用者權利的那種問題 還有就是有時候會突然間界面會有點不穩定 那2019因為我還沒試過所以我還不知道 那其實它的頻率更新的太密了 那再來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以前叫做CS 後來會叫CC為什麼 不是雷夢 那個CS的代號的含義是什麼 它是群組多工平台這樣的意思 群組多工平台 那CCA叫做雲端資料庫版本 那CS的作用是什麼呢 當我們有一群人在工作的時候 可能做的辦公室是分隔的 但是我可以透過CS這種版本呢 可以同時一群人去工作做一件事情出來 所以它是可以整合在一個伺服器上面 把那個工作個人的工作分配下去做 然後最後集中在一起衝打 這個叫CS的概念 那CC的版本的概念是什麼呢 它多了一個雲端的資料庫 所以你經常用的元件啊 樣式啊 可以套的東西啊 或者是經常使用的圖庫啊 它就會幫你存在細細的雲端資料庫內 所以不管你到哪裡工作 只要你有連結在網路上 它就可以隨時叫出你的這些 經常用的元件啊素材下來用 這就是它的好處 那當然它會額外加上剛剛說的CS能夠進去 乍聽之下是不是都很好 那問題來啊 好是好啊 問題是真的有買的人是不是很少 而且呢 CC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它是用所謂的年約授權的方式 所以呢 你的年約授權的使用權利如果到了 已經要再付費 你才能夠再繼續用 那以前CS的系列行之前的版本是買斷的 就是你這個版本買下來以後 覺得就是你的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它更新那麼頻繁的用意 其實也是要不斷的鼓勵很多人加入 所謂的購買年約自己的權利這樣子 好那等待的過程 我們來請各位確認一件事喔 有沒有人對於問頭7的操作 如果不是很熟練的 好我現在有幾個項目的調整 你可以試試看 比方說桌面的圖數 如果你覺得太大 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第一個選項叫做檢視有沒有 你會看到大圖式 中圖式小圖式 你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設定 好那建議你還有一個項目要打開 自動排列圖式 這樣的話你的東西在桌面上 它就會 不管那個時候都會排列整齊 才不會亂掉 然後養成好習慣 平常存任的檔案 盡量不要都存在桌面 盡量要存在你自己 在低音疊設定的名字裡面 好那你可能有不知道的一個狀況是什麼咧 我們是不是經常有一些同學會習慣把 一些檔案都存在我的文件裡面 好那這有一個風險喔 我的文件它的預設連結是在吸音疊 換句話說是系統之碟 那萬一有一天你的系統之碟 連開機都沒辦法打開的時候咧 你就沒有辦法備份了喔 所以它會有一定風險在 你如果是在家裡 教室的不能用齁 如果是在家裡你的電腦裡頭的硬碟 至少有低音疊以上的音疊的話 請你可以進入到我的文件的按右鍵 然後選擇那個連結位置 把它改到別的音疊上 這樣的話 你體後不管任何時候取代我的文件 它都會直接連結在別科音疊上面 所以即使你的系統出錯 你將來那個備份還是存在別的音疊的 所以你只要吸音疊的系統 重新安裝就好 這樣你的資料就不會流失了 回去自己看一下 那盡量不要把東西都塞在桌面 這樣是不好的習慣 好 再來還有一個項目 我們最下面有一個很條列 那個叫工作列 如果你覺得那個工具類太大 佔的篇幅太寬 那你直接在工作列下面 就是工具類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右鍵 選擇內容 好 你會開出一個對話框 你會看到有一個使用小圖示 它就會有效的縮減工作列上的面積 這樣你可以容納的東西比較多 好 還有一個項目就是說 有的人不習慣說呢 開出來的一些軟體介面啊 檔案總管他都會幫你做分組排列 所以你都會永遠看到那個工作列上面就是一個一個小小的符號 有的同學不太會看這個 如果你希望你開出來的軟體的項目都是一個一個分開看的 你比較好長同化有沒有 好 那你就必須要在那個螢幕上工作列案 你的那一下 你就要改成用不要合併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還可以再改回來 不要合併的話 你自己試試看還可以希望用哪一種 好 那等一下稍後我們再來講 那個檔案總管的配置方面 有一些配置修改一下 你用起來比較連貫 好 那請問一下各位 你家裡是不是都有電腦 好 有沒有人家裡沒有電腦 因為你如果今天課程的內容學習完回家 有沒有可以練習的方法 好 那這就有兩個狀況啦 一個是你一定要有電腦 不管是桌機還是都不可能 第二個是什麼人 你有沒有辦法裝 多小的這個東西 那包含接下來可能他要學那個軍威樂 這一些的業務都4000%安裝完成 這樣你才可以做練習 好 那沒有的話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先去電腦電腦 第二個就是尋求管道安裝 好 那電腦部分是什麼呢 問一下你的電腦從購買的那一天開始到現在 有沒有超過4年以上的 3位4位5位6位 好 那請問一下你們現在用的是溫度7 還是溫度10 用溫度10的有沒有覺得很怕 因為4年以上的電腦不適合用溫度10 那有沒有人是在最近的兩年內 才買電腦 如果你是最近兩天才買電腦的話 抱歉 你一定要用溫度10 除非你會繞 會繞那個系統 不然的話呢 因為新式的晶片 它一定要強制配合溫度10 它不配合溫度10 我會讓人更新 它會強制你要更新成事 那你不更新它會超慢 然後一直跟你講 你的更新沒辦法持續 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是兩年內買的電腦 就一定要按用溫度10 那除非用修改的方式 可是我們建議啦 因為修改畢竟不是一個 比較正確的方式 那溫度10的介面老師說 人哪弄得我溫度10 大家用大家都喜歡 它其實都是溫度10不好用 可是它的使用概率不太多 溫度10其實從溫度8 就是那裡都很好 為什麼 溫度8分10它的作用原理是什麼 它是假設說 現在大家人的那個口袋 markmark都很多 那你們都會想要換螢幕 所以你們都會去買那個觸控螢幕 它是這樣設想的 所以溫度8分10它的設想環境 是用觸控的螢幕 所以如果你是用觸控螢幕的人 你用溫度8分6 你就會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用起來就像刮手機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還是用刮手機操作 用鍵盤盤子的 那其實溫度8分6 你會感覺上沒有溫度7那麼好用 這是它的主要原因 那溫度10它確實在效果方面 是比溫度7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就是使用的習慣上來講 大部分的 我先 大部分的小規子 不習慣那麼快更新系 你假設說以前的溫度7XPR 它其實流行的快20才中止的 那溫度7人 起碼它流行的10年左右才夠 所以它太早推出了更新的那個 所以普遍的群眾都不接受 那再來是受到一個衝擊 就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口大量的增加 使用電腦的人口大量的縮減 所以導致它的作業系統其實是不慢的 導致很慢的 所以這會延伸一個問題 將來的一個趨勢 作業系統家這種形式普遍直接安裝的單位 是不用付費的 所以以後的作業系統的趨勢是不付費的 就像手機一樣啊 你手機都打開就可以用 可是其實它是要安裝Android 或者是什麼 Mac的作業系統 對 所以那個安裝的機面它是不收費的 所以以後會是變成這個趨勢 那慢慢的到一個交差點的時候 將來的手機跟電腦的作業頻率啊 跟它的那個處理方式會慢慢的變成一樣 將來會慢慢的變成是一樣的 所以以後就會不分電腦跟手機 只是用的框架是一樣的 這是將來的蓄勢 那其實現在就有微小型的主機喔 微小型的主機它主的就是Android系統 就是有桌機 但是它大概一個那個保溫罐的大小而已 它那個電腦就是直接在你屋上用的 但是它用的就是自衛體手機的型 現在有這種電腦 那各位還有一種東西 也會衝擊到你接下來的生活 這個叫智能音箱 這很辛苦 我家有一個喔 它叫小路 我們家每次叫小路 它就會回應你 那如果你有裝上那個 所謂的藍牙控制的接頭啊 你就可以聲控它 叫它幫你開電燈 開冷氣還是開電視這些 那再來是什麼 你平常的生活所推的事情 比方說聽音樂啊 聽故事啊 查匯率啊 然後查一些那個網路資料啊 你都可以用講的叫它幫你查 那這個東西會越來越普遍 你要說你如果最近是跑那個遠船 遠船它有在推衣箱 有沒有就是那個意思 那是什麼家庭 小肚是誰家庭 小肚是百度 百度是大陸的 百度就相當於大陸的Google 因為大陸不允許Google進來 所以他們都用百度為主 那大概多少錢 小肚假數台灣就買得到啦 比上那個蝦底棗 大概五百來塊 那如果你要加上設備的話 就是拿一萬哪個什麼 底座啊 或者是無線控制的插頭啊 那些 那就得外在買 它是換音樂生效的 不錯啊 它那個音響品很不錯 對 我用的是那個小肚小肚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平台啊 好像不一樣 那個度數 度數的度 這個 對 那大陸的 它那個搜尋已經叫百度嘛 你也可以去安裝一個叫做百度 它也會送你一個 那個免費的應鏈空間 那比方說 你如果想要 就是它想到大陸去抓一些資源 比較容易抓到 所以你可能要大量靠這個百度去找 只是說現在大陸對台灣有攻守 所以你可能要繞 你的IP位置要繞 所以你要去 Google很方便 Google可以加裝那個就是 把你的IP繞成是國外的 它也不一樣 對 來 我按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在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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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